那么如何成为基督徒 或者说如何界定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 是否需要具备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 对于这个问题 保罗的答案非常简单 只有四个字 那就叫做因信称义 只要是耶稣 不需要加上任何其他的条件 也不需要去遵守犹太教所谓的律法 更不需要人的好行为和各样的努力 这是真的吗 只要信耶稣就这么简单吗 好像这与人在生活当中的经验相反 令人难以置信 但他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福音真理 在这里我要说重要的事情 我们需要说三遍 所以保罗连续说了三遍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加拉太书的二章十六节 既知道称义不是因行御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 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御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义人是因御法称义 犯人被称义不是因行御法 而是因信基督 第三遍 从普世的角度 不仅是犹太人 外邦人同样也是一样 被称义不是因行御法 乃是因信基督